小乐高 带乐曲 欢迎来到坏雪的乐高仓库 上一次我们做了这一盒乐高创意百变31002的A模式 这一辆方程式赛车 那今天呢 我们来做它的B模式 就是这一辆卡丁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我们这一盒31002的B模式 这一辆卡丁车完成了 那这辆卡丁车搭出来呢 你会觉得它有点胖吞吞 有点Q萌的感觉 看上去非常的可爱 跟你生活当中看到的卡丁车 有几分相似 一样都是这么Q萌 一样都是这么可爱 它的轮胎呢 还是使用了之前的那个轮胎嘛 这个创意百变也不可能帮你换轮胎了 这个大轮胎用在这辆卡丁车上呢 显得车身更加的小了一点 放上去我觉得 这个整体的表现 整体的比例搭配 还算是比较合适的 驾驶座部分呢 这边依旧是一个方向盘 没有仪表盘 然后这里由于空间有限 所以你如果想要放一个仁载的话 这里的空间应该是可以勉强放一个仁载进去的 来我们拿一个仁载来试试看 来坐进去 哎坐进去了 坐进去的效果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把仁载放进去之后呢 你又会莫名的觉得 哎这辆卡丁车似乎做的太大了一点 因为真实的卡丁车跟人的比例呢 比差距不会这么大 大家都知道 卡丁车的发动机都是在后面外露的 那这一套 它也是把这个外露的发动机 这个样子给勉强做了出来 虽然看上去真的非常勉强 但是基本上你还是能够猜到 这里一个呢 应该是发动机 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这边两个像是排气管 如果这是排气管的话 排气管放的这么高 真的没有问题吗 这一辆卡丁车 它的整体比例呢 跟我们做的乐高超级赛车的 八个车会比较接近 来我们拿一辆八个车 来做一下对比 看到没 在宽度上两辆车是几乎差不多的 但是在长度上呢 八个赛车会比这个31002的B模式 要长这么一截 当然这也是非常正常的 毕竟这只是一套 一百多片的创意百变的B模式 所以它的零件数使用 还是只有一百片上下的 那我们31002的这个B模式也完成了 剩下的就还有一个C模式 这一辆看上去像是四轮越野车 那后面有机会的话 幻学也会做出来来给大家一起看一下的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栏分享 我是幻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